一带一路国家在想中国红利 800辆宇通客车出口破纪录 超低售价 让德国彻底坐不住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800辆新能源公交车发运 乌兹别克斯坦 宇通客车树立起 一带一路新能源发展转型典范 中国客车交出出海新答卷 这批客车从中国和南郑州出发 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 抵达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交付给了位于首都的塔什坦公交公司 此次订单的800辆客车 包括300辆宇通新能源客车 宇微112 800辆CND天然气客车 创下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客车出口的新记录 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大批辆引进新能源客车 车辆最终交付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 乌兹别克斯坦公交公司 营运在该公司的主要线路上 主要用于改善当地的公共交通状况 提升公众的出行便利性 并主力乌兹别克斯坦公共交通的电动化进程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坦有太阳城支撑 该地温差大 干燥 波沉 对新能源车辆的要求极高 据悉 为了满足运营需求 与同深入了解当地气候 地貌等 以及客户的用车痛点 并基于三变核心技术 维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定制化的产品解决方案 其中 动力电池采用独立液冷系统 电池舱体防撞设计 电池氮气保护系统等安全技术 并配备电机泥砂防护结构 电机抗凝路结构等 同时以强劲的大功率空调 保证制冷极加热效果 降低车辆的故障率 为了打消乌兹别克斯坦客户运营的后顾之忧 宇通在当地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以签约的三家服务站 分别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城市 塔什干 布哈拉和萨马尔罕 宇通官方授权的服务站 将拥有完善的配件 储备仓库和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 能为当地客户提供24小时的全周期服务保障 立住公司及车队的高效 平稳运营 值得一提的是 宇通还将为当地培训1600名驾驶员 以及若干明维修养护人员等 帮助其诸部完善服务体系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宇通的海外运营成本 据宇通独联体区国家副经理李海峰介绍 塔什弹公交公司已经在2022年 首次引进了20辆宇通新能源客车 采购之初 该公司曾用两年时间 在全球范围内对众多新能源客车品牌进行过考察 最终选择了中国宇通 塔什干公交公司技术总监马达米诺夫表示 这批车符合我们的国情 目前这辆已经在首都塔什干成功运营了一年多 凭借着安全 可靠 节能和环保的产品性能 让民众出行更加便捷和舒适 我们运营的51线路 每天需要运行14趟 约290公里 传统柴油车需要消耗142升燃油 大概花费170美元 而采用宇通112车型 续航里程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每天的运营需求 而且只消耗280度电 仅需花费11.5美元 可以节省超过90%成本 此次300辆宇通112纯电动公交车 将助力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公共交通出行电动化 低碳化转型的引领者 宇通客车海外营销付总监彭旭表示 我没有信心 随着订单车辆的全面交付 为塔什干民众带来更加美好 清洁安全 高端的出行体验 2005年 宇通是当时第一个出口散见的客车品牌 2006年宇通凭借优质可靠的产品 成为中国汽车行业首家获得出口免减的企业 2007年 宇通在古巴市场落地扎根 创下了中国客车出口记录 奠定了宇通海外业务飞速发展的基础 凭借在古巴市场利盈经验的不断积累 宇通创新出了关注服务和品牌口碑的宇通模式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让客户满意 通过复制宇通模式 宇通客车相继打开了亚洲 中东 多连体和非洲等其他区域的客车市场 同时 宇通客车海外布局积极向欧洲等工业发达地区延伸 拓展 聚焦并推动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化转型 2010年 宇通公司与马奇顿政府签约了202辆双层公交车协议 成就了中国客车进入欧洲市场的第一大订单 凭借对新能源的前瞻布局 宇通制定了从北欧向西欧 南欧 中欧 中东等地区拓展的整体规划 通过聚焦冰岛 丹麦 挪威 芬兰等这些环保意识 经济实力强 低碳需求旺盛的国家 宇通成功扣向了欧洲市场的大门 这些国家首次大规模引入纯电动客车便选择了宇通 正确的策略加上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宇通客车欧洲破冰之旅更进一步 2015年 宇通新能源汽车进入法国市场 并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进行了展示和推广 2017年 宇通海外实施战略转型 全面持续发力高端市场 2019年 宇通为美好出行的品牌主张 在世界客车博览会上正式发布 中国宇通的声音响着全球 发展至今 宇通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客车品牌 从萌芽发展到崛起为全球客车的领军品牌 18年的出海征程 宇通翻开了新的篇章 不仅是出海的产品从低端卖出高端 版图遍及全球多的 同时宇通也实现了从投逼到特息的模式转变 从产品上看 宇通累计出口客车超8万6千辆 产品已连续多年批量远销至英国 法国 挪威 墨西哥 卡塔尔 澳大利亚等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2年 宇通全球客车累计销量30198台 全球目标市场占有率超过10% 行业领先 并且价格还相对便宜 中国这一做法 让传统的汽车企业德国彻底坐不住了 从模式上看 随着赛道转换 此时的出海合比时的出海有了质的转变 从产品出海 到技术出海 标准出海 宇通致力于打造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为全球各地供建美好出行贡献强大助力 尤其在全球碳中和的大背景下 宇通客车更是在新能源领域实现了换道超车 完成了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的过程转变 目前 宇通已在全球累计销售新能源车辆超17万辆 为客户提供涵盖技术 生产 产品 金融 服务 运营等 一体化新能源系统解决方案 为卡塔尔建立立体的纯电动公交解决方案 并签约建设KD工厂 在第26届全球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响应 全球新能源战略转型的号召 发起了净零排放倡议 携手致力政府 客户等共同成立零探联盟 通过较早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前瞻布局 宇通掌握新能源三点核心技术 凭借在新能源技术上的后继勃发 宇通产品先人一步 走向世界 然而 宇通真正成为世界客车领军品牌 更是因为对长期主义的不懈坚守 为了更好的为客户 为当地社会创造价值 宇通在全球进行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布局 如今 宇通在全球授权了330个售后服务网站 覆盖95个国家和地区 秉承着集团直销制服的经营理念 宇通在全球自建了超过200多人的工程服务团队 同时服务配件团队扎根在全球7个服务大区 24小时为客户提供维修 配件和技术服务等工作支持 通过规模 技术 产品 服务以及运营效果的全面优势 宇通打造了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客车品牌 在世界多的践行为美好出行的价值主张 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 使得宇通不只是产品 同时品牌影响力也走向世界 随着全球碳中和的持续推进 无论是欧洲新能源客车需求的进一步回升 还是亚拉非市场结构性的机会 以及一带一路带来的契机 客车出口风景独好 而宇通客车无疑走在了前面 宇通客车出口覆盖了近80%的一带一路国家 实现了对英国 法国等一带一路沿线115个国家的出口 累计销售客车超6万8千辆 其中 在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乌兹别克斯坦 波兰等多个国家 宇通均为该国唯一货最大的新能源客车供应商 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一张响亮中国名片 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客车 宇通不仅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交通优化升级 以高度定制化的高性能产品和立体化的解决方案 持续帮助沿线国家公共交通迈入电动化 实现低碳绿色转型 让民众享受绿色公共出行的便利与舒适 同时 更基于产品输出 服务输出带动技术输出 将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技术根治当地 创造了一批新能源车辆驾驶 维修等相关岗位 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新能源产业建设中 进一步提高当地制造业水平 带动更多中国商品 中国品牌 中国企业走出去 为一带一路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添加强劲动力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